各式甜点精致可口 这些全出自李彦君之手 餐饮科背景再加上苦学多年 念旧出独树一格的制作手法 甜点摇身变为艺术品相当吸睛 会做这些比较多花样是因为 很多人其实对乳酪蛋糕 其实还蛮害怕乳酪的味道 那我就是会利用一些不同的水果食材 跟一些比较特殊的食材 就是跟一般外面可能比较不同 就是或者是比较少见的一些食材 把它运用在一些蛋糕上面 就是会把它做得跟别人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会利用水果的颜色或者是一些食材 去表现它的外观 就是会把它做得比较精致特殊一点 创造极限突破自我 业者不仅是做手法求新求变 食材的选用也很讲究 像这个人气超夯的招牌 玫瑰荔枝不盆子果酱 有着丰富多层次的味道 举颗粒带点酸味 让整体口感加分 而不腻口的乳酪 搭配底层的麦芽饼干口味一绝 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玫瑰荔枝 像它的口味上面的话 蛋糕体主体部分就是用荔枝香甜酒 然后加一点法兰西玫瑰 去带荔枝的香味 那上面红色部分的果冻泥 它就是用新鲜的覆盆煤打果泥 然后做 所以它口味上面的话就是 有点酸甜酸甜的口感 对 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而这一个千层蛋糕 夹层以乳酪取代鲜奶油 并且随季节变化 采用当季新鲜水果制作 清爽顺口 滋味独特 因为我都是以乳酪蛋糕为主 所以我的那个中间的夹层部分 我是用那个奶油乳酪 所以它会跟一般的 千层比较口感不同 是鲜奶油有 有时候吃多了会有一点点 油腻的那种腻口的感觉 那奶油乳酪的话 它就会增加一点点 奶香跟乳酪的香味 就吃起来会比较顺口一点 就比较不会那么腻 像是艺术般的甜点 好看又好吃 很多人已试成主顾 好 因为骨灯软软的 又QQ的 我最喜欢的是Oreo 巧克力这一个 它的Oreo吃起来不会很甜 而且它的脆片就是还蛮大的 就是咬起来会很有口感 不只只有乳酪 就是还有那个脆脆的口感 造型就很可爱 就很夏天的感觉 很清爽 我是从高雄回来屏东 对 屏东 特地过来买 蛋糕食材讲究 制作手法创新 就连餐车设计 以及店内的布置也很用心 因此尽管甜点种类不多 价位偏中高 却依旧征服掏客挑剔味蕾 不少人慕名前来 人气红不浪 评论新闻 蔡理华为德卫采访播导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